我們預算提醒的時候這樣子 大概什麼時候 大概12月7號的時候 12月快去 大概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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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昨天大概 昨天 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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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夫妻的小檸檬 終於回來了 這個月季 這個月 遲來了 她遲到便宜 這一次 她就 剪刀了 很明顯有沒有看到 兩條線 那對夫妻 育有可愛女兒妮妮 2019年10月底 剛宣布有了第二胎 沒想到King 在同年12月 突然沉通告知粉絲 老婆肚中寶寶小檸檬 流掉了 King也將這短暫的緣分 重奏出想你後這首歌曲 事隔近兩年 夫妻倆開心抱醒又懷孕了 Niko也想讓 一直不敢聽這首歌的King 落去難過的回憶 最近我聽到一首歌 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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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來了齁 誰的歌 Come on Come on 換貓子歌 你不能換貓子歌 你為什麼沒 Linna 你為什麼沒 好嗎 這首歌 你為什麼沒有 輝灰的天空 又飄向你的時候 我知道你根本沒有回來過 輝灰的天空又飄向你的時候 輝灰的天空又飄向你的時候 我知道你根本沒有回來過 但是还没牵你的手 是我哭干了眼泪 还说没有流 每当想起你 我真的心很痛 想了也不想要说 不要再问我 这些话只想对你 也不想要说 我觉得那时候的心境是 就感觉好像没有来过 但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面 今天今天到了 然后我有装那个APP 就是算一下说 我的预产贴心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12月7号那时候 12月应该还是数年吧 你说12月7号吗 12月7号 怎么了 怎么啦 12月7号 快学了 差其实两年前 12月7号就好了 对啊 昨天天 是不是很开玩笑 我刚刚离开了 然后我已经快点 他们也有兴趣 所以我已经在前面 很超级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 不是有路 我前面有影片 其实我那时候 也是因为我都是神 才可以把他讲出来 所以我这些话 只想要说 这些话只想 对你一个人说 哇 我还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晚上 我还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完成 我们的月定 然后回到路程 我知道 你也想不得 我为你哭泣 也许你回来的时候 你听到我唱着手 你就知道我是多么想你的 好想的 真的是开心的 是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你一出来 看到我们两个老 想说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好好照顾我 恭喜